大家好,我是Cynthia,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Jungle缓存优化第八小节的课程 基于Riders缓存的项目实例 下面我们进入课程 本次课程的内容如下 第一会简单介绍我们演示的项目 项目的目的 我们的缓存项 还有我们的环境等 然后第二会介绍JungleRiders缓存后端的安装 然后第三会介绍JungleRiders缓存后端的配置 最后会给大家进行一个整体的演示 从配置到缓存的一个操作演示 本次项目实例是一个为dashboard的项目配置 基于Riders的缓存 可以提高dashboard的访问速度 我们的缓存项主要是如下两点 第一是对dashboard一进行view的缓存 然后对我们的dashboard二进行no-level缓存 还有tapment的缓存 这里呢是我们的那个演示项目的环境 下面呢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安装我们的缓存后端 在安装我们的缓存后端之前 首先呢是要将redis server进行一个安装 只要通过执行这一条命令在ubuntu上 那就可以安装redis server了 安装好以后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project 就是那个dashboard的那个project 然后呢通过这一条第二条命令 将我们的那个sauce将我们的虚拟 将我们的那个代码sauce到虚拟环境 然后呢执行第三条命令 pip install jungleredis dash cache 然后就可以安装我们的缓存后端 那就可以进入我们的项目进行使用 一个redis的缓存配置呢胜利如下 那首先肯定是把我们的backend 设为我们的redis cache 然后呢其他的就是配置一些相关的redis 缓存配置项 在后面呢我们会对location 然后就是options里面的db password 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其他三项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呢 可以在官网里面进行一个查看 这里就不做详细讲解 那下面是location location是redis服务器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就是如果说你的redis 启动的时候是以tcp协议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配置的就是addressport这种形式 那如果redis服务启动的时候是以 unixsockets启动的 那我们就需要在这里配置的时候就要配置成unix 预套接字的形式 我们的那个location可以是单个的stream子 那也可以是多个stream的那个列表 这里呢有几个示例 第一种就是ip地址和端口号 这种呢就是普通的tcp连接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unixe等域套接字的连接 那第三种呢我们这种方式呢 它就也是普通的tcp连接 但是它前面是redis就表明是普通的tcp连接 但是它后面呢可以配置密码 密码扩起来的意思就是表示它是可选项 然后后面呢还可以配置我们的 要使用的那个db的一个number 然后第四种是指配置成 连接到ssr封装的tcp连接 对于那个redis 它就是它的那个加密的那种相关的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ip地址进行一个查看 然后最后一种呢就是连接到unixe套接字 然后这种方式呢就是也是可以指明那个password 然后还有db的 对于我们的那个redis 我们是可以指明它的那个database number的 这样呢可以使这个呢是指明它的存储空间 那可以让不同的那个缓存呢 存储到不同的空间里面 这个配置呢我们在前面刚刚讲的事例里面 我们可以在location里面配置 那也可以在那个option里面指明db的那个数 那如果不指明的话呢它default就是1 然后就是password 如果redis server设置了密码 那我们在caches里面呢也需要设置密码 不然呢就会连接spy 那设置密码呢也是一样的 刚刚我们在我们的location里面可以设置密码 然后呢在这儿我们也可以在option里面 指明我们的password 如果我们的redis是配置为master slave的那种配置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location里面配置多个redis server 然后呢配置好以后 然后你就在option里面呢就需要指明哪一个是属于我们的master cache 然后呢master在那个我们的缓存的时候呢它是 既可以read又可以read 但是呢slave呢它就只是readonly的 嗯因为它那个 嗯在那个redis master slave的模式下 它slave呢只是一个master的一个完全的拷贝 所以它就只是具有那个可读的那个功能 下面我们就进入redis的缓存项目的演示了 首先我们会演示我们的缓存配置 然后就是view的缓存 然后呢会演示template的缓存 然后就是no never api的缓存 整个项目呢就会把我们之前所讲的内容 都进行一个全部的贯穿 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我们项目的所在的地方 首先呢我们是要启动redis server 然后这次演示过程中呢我为了让就是 大家也是如何配置multiple 嗯redis的那种情况呢就启动了两个 嗯redis 第一个呢是master 第二个呢是slave 我们先来看一下master的配置 master配置呢就是这一个 VI的方式 好来看一下 嗯我们port port呢就是用的默认的是6379 然后呢 嗯没有用unix的形式 就用的tcp的 所以就不需要配置 如果说要启动unix的那种呢 那我们就要用这种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儿把这两个释放一下呢 它就会以那种socket的方式启动了 然后呢我们还配置了我们的password 就这个地方 那只需要配置require pass 然后后面password就是我们的密码 配置好以后呢 那这就可以 启动这个redis server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slave的配置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另外一个slave的配置 这里面呢我们就用了就用的是另外一个端口 那也是以pcp的形式启动 然后密码也是同样设置了password 然后呢 然后这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slave 那我们叫指名我们是谁的slave 这里面只要把它的那个ip地址 端口号配置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不用保存 因为之前都是保存好的 那启动方式就很简单 叫reduce server 就是这个 然后呢直接加上你的 加上这个redis的配置文件 然后它就会起起来了 那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那刚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起起来的效果 你可以看一下 分别在6379和6380上 我们都启用了我的redis 好了 那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我们的dashboard项目 然后进行一个那个缓存后端的配置 在这里 backend的配置好 然后location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master 第二个呢 是我们的slave 然后呢 在option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指名我们的master是第一个 然后db数据库用的是r password的 然后要配置好 然后可以配置一些其他项 这些都是指向你之前已经介绍过的 好 到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这个模具了 哦 sorry 之前你要讲 要把我们这个 虚拟环境要配置好 缺一个 好 已经起起来了 已经起起来了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先把它cue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个浏览区里面 我们先不用看 嗯 先看一下这个项目长什么样子吧 不过这个项目就是 就是 我之前一直给他演示的就是这个项目 就是这个项目 这就是我的那个项目了 这就是我的那个项目了 他以不同的那个方式进行缓存 好 我们可以先停止一下 ok 那 我先把那个我们的那个 缓存进行一个flash 他这个匹配 他这个匹配 很快 -m2-a 所以可以这个后面是指password 然后第二 另外一个呢就是 现在是有东西的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 好 鑿心 ok 那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是怎么做view缓存的 那就是cdpages 你的view在dashboard这边 这个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对这一个view进行缓存 那对这个view的缓存方式呢 我们是在这里实现的 看一下 就用那个我们这个decorator catch page就可以缓存了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刚刚的dashboard的那个地方 这里呢就有一个那个 保存的一些就是你觉得保存一些有用的值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值进行一个单独的缓存 首先呢这里的逻辑是会先会去从那个catch里面 取那个数据根据那个key 那如果这个数据取到了 我们就好 那直接就返回这个 就用这个值 但是如果我们匹配到第一个 没有这个值的话呢 那我们这里面呢 就会进行一个set的操作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是如何做view环存 那个template的缓存的 那这里这个事例里面呢 我是对那个dashboard2里面进行了一个template的缓存 看一下 首先就还是跟之前讲的一样 要load cache load cache以后呢 我来搜索一下 好这边呢我就对我们的那个 这个set bar 就是左边那个菜单 进行menu进行了一个缓存 那这个template到时候呢 它就会速度就会变快 这些都是市民 那在真实的项目中就非常有用 然后呢 刚刚我们缓存的那个数据 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在哪里用的 看到没这儿 就是我之前那个缓存的那个字点 然后我们在这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项目的缓存都给大家过了一遍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启动项目看看我们的效果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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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对页面进行一个访问 这里记得用抢子刷新 不然有可能他会使用浏览器的缓存 这样子就数据就不会发送到后台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确实有缓存数据进来 看到没有 那我们的缓存都进来了 刚刚给大家讲过我们实际上是用的Master Slave的模式 那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登录到我们的Slave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Master Slave的情况下 Slave实际上就是Master的一个拷贝 它会自动去把数据进行一个通播 那我们进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数据也进去了 看没有它跟这边的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那我们的那个颜色就到这里了 这边呢是参考的文档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对Leaders 还有我们的DrangleLeaders Cache 对进行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下一小节呢我们会针对这次项目演示 然后给大家讲解如何使用我们的性能测试工具 测试一个网站的喷涂量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一节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